我如今26岁,刚毕业一年半,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我的朋友们也是和我相似的同龄人,我们有着自己的工作,我们关注这个社会,我们的同胞遇难时有合理的情绪想要表达,我们对失去生命的人充满同情,所以我们才去了现场。 在这一场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悼念活动中,在现场我们遵守秩序,没有和警察产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也在后来把我们定性为frustrated student protest之后,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地带走我们?我们是谁不得不用来交差的任务?这一场报复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普通青年的人生作为代价? 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在没有罪证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这样轻易地带走?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同情去了悼念现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可以容纳我们情绪的空间? 希望大家救助我们,如果要给我们定罪,请拿出证据,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让我们随意地被带走或者被定罪 影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是曹子欣,他也是应该算是媒体人之一了,但他很年轻,他只有26岁,为什么在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年轻人敢于发表他们的这个心声? 其实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敢发出自己的心声,这个前提需要讨论,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自从2011年茉莉花革命,或者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整个中国他的言论管制,媒体管制,出版管制是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整个社会空间他其实越来越压缩,但是 另一个层面呢,其实现在啊,就是媒体它有更加的发达,然后呢,就大家能接受更多的信息,而且现在翻墙也没有以前,不像以前那么罕见,随便,随便一个年轻人问他会不会翻墙,他都会翻墙,所以呢,就是信息的获得,这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信息的获得不是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就看你怎么选择了,可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一样,有些小粉红,他即使他会翻墙,他即使出国,那他还是一个小粉红,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像上面的, 这一个年轻女孩子一样,他就会辨别,而且他做出版,我相信他会看很多书,他会形成自己非常,自己的非常稳固的一个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体系,那么像这样的人, 他内心是对自由的向往越来,就是越来越宽阔,但是呢,整个言论管制呢,却越来越严重,然后呢,又经过了三年,如果在经济情况好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拿自己的自由去交换,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因为疫情的三年,大家的经济发展,这个权力被剥夺了,然后自由也被剥夺, 就像重庆的小伙子说的一样,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不自由和穷,他们都,大家都患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向往自由的这帮人,他必然会出来, 然后呢,那么就是这帮人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在白子革命中,在白子运动中,他们全部都出现了, 而且我,尤其是看到这次女孩子为多,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现场,都会发现,就是,不管是演讲的,还是带头喊口号的,甚至口号里边,我们能听到女声更多, 嗯,然后呢,而且最近就是,那个,还有一个风波,就是那个,金蛮以后春夏,就是一个女星, 她也是因为公开声援的这个白子运动,现在已经被官方软性的封杀了,嗯,嗯,嗯, 所以呢,我是非常的,非常的佩服,这些中国的这些女孩子,然后,而且你说她,嗯,那么,我为什么说,就是不一定, 这个事情,她不一定是说,呃,就是一个延续性的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啊,从89年的,89学运到现在, 其实33年了,嗯,那为什么之前的33年都没有发生,到今年才发生,而且这些女孩子, 其实你看她的年龄,包括这个女孩子,她都没有超过33岁吧,是,22岁,对,对啊,嗯, 她可能都不一定知道,89那次的,89年的事件,但是呢,她们还是站出来的, 因为自由是一种本能,嗯,就是,你整个,呃,专制集权,你压抑自由, 就是压抑人性的本能,所以这些人,她迟早会站出来, 我们看到,的确像你说的,啊,中国的年轻女性,她敢于这个发生, 看起来比以前要多,啊,可是她刚才,比如说,曹主星在影片当中, 她提出呼吁,啊,希望外界对她们伸出援手,你觉得乐观吗? 我们外面的人能够做什么? 哇,这个说出来,我感触相当的深, 嗯,嗯,因为我上推特是2008年,2009年, 嗯,2009年,那时候中国不是刚经历了,就是,啊, 就是,啊,头一年的西藏事件,第二年的,呃,第二年的新疆七五事件, 然后呢,也经历了过文川大地震,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呃,中文推特圈,就是,呃, 崛起了,我是最早的那一批人之一, 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们整个圈子就形成了一股文化, 就是那时候,呃,我们说喝茶嘛,就是,谁要喝茶的话, 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站出来深远,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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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那时候其实习近平还没有上台,就是, 就是胡温那个时候,它对这种公民运动, 这种公民寻求权利的空间还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我们比如一个同僚 如果他被喝茶了 所谓的同僚其实也就是中文推特圈的推友 他进去的话我们只要通过呼吁 或者向那个办公室打电话 就是派出所办公室打电话的话 他有用 然后如果这时候国外的媒体在介入的话 是有用的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被解决出来的 但是自从习上台之后 就是你不要说你要通过推特呼吁了 就上个推特就会被喝茶 对我在前几年我是被成都和北京的国宝两边追着 叫我先推的 对就是 你喝过几次茶 不下十次吧 不下十次 不重要 这个喝茶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很多人比我勇敢 在中国如果你没有被喝茶的话说明活得很鸡贼 看我笑 然后尤其是作为公共发声的人 如果你都没有被关照的话就说明 就说明你的自我审查 比较娴熟 比我还娴熟 如果就是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两年就是我我不知道这些这几个女孩子他们现在就是有没有收到什么声援 其实我也有在声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因为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声援的话我们能够把能够获得很多当事人的信息包括他家属的信息他的他的他的很多身份的信息但是现在我们没办法获取 就只有少数的人可能包括我们要给他们介绍这个人权律师去介入都很难 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的确比我们那时候难了很多 但是呢我还是呼吁就是我还是呼吁整个国际的社会的这个不光是媒体我希望更多的这种人权机构然后更多的人权律师能够介入 因为真正只有这样让他们被看到然后获取到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他们有可能才会获得就是真正的自由 你绝对啊 找信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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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